立法委员傅昆琦办公室日前接获农民电话成型 近来天气炎热,无水可以灌溉 导致农作物、龙须菜、红凤菜都快枯死,损失惨重 傅昆琦指示服务处召集相关人员现场会刊 寻求改善供水给农民灌溉使用 农水署花莲管理处处长会刊后表示 将会立刻协调进行清淤以及农民供水 近几个月天气炎热,吉安乡泰昌地区农作物、龙须菜 因无水灌溉,严重枯死 农民向立委复分起陈晴 21日上午邀及农田水利署花莲管理处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吉安乡公所 在陈晴农民的陪同之下进行会刊 不要说我今天提水,你像你现在等一下一走 我们用的三天以后才有水可以用 会不会造成这个问题,可能会哦 好不好,或是处长你可以留下我们投诉的电话吗 可以可以 会刊由立委服务处处长陈文清主持 并表示缺水造成农作物严重受损 深表同情 也期许农田水利署花莲管理处 能够负起有效管理水资源的分配责任 那委员昨天晚上马上指示我召集相关单位 也就是我们农田水利署花莲管理处 还有我们自来水集水厂 还有我们那个农业处建设处水利科 甚至呢,我们那个吉安乡公所 吉安乡荣卫等单位人员能够来到现场来关心 做一个妥善的处理 那经过花莲管理处 农田水利署花莲管理处张处长的同意 我们以后呢,在这一方面的配水部分 做一个有效的调整 能够充足的供给给我们农田能够灌溉使用 由于吉安水泉一干五支县十四分县的灌溉用水 来自于初音发电厂的围水 白日正常供水为十CNS水流量 近几日白天供水却只剩下六至七CNS 造成三十公顷农田供水不足 今天这个区域是属于我们灌溉进入的一个末端 那相对的水量也比较不足 那再这样近日的连日的高温 那以及缺乏那个降雨 致使于说这边的农田有缺水的情形 那未来我们会针对这个区域 加强整个区域水资源的调配 以及进入的清淤 为有效改善农作物供水需求 农田水利署花莲管理处与东部发电厂协调 开店进行税休时能够避开农业耕作期 并且能够公告预知农民 才能够避开农民作物的损失 农水署也指出这次的供水问题 为民众失之将水门关闭 造成灌溉用水不足 也呼吁民众切勿失之关闭水门 记者林杰金言香采访报道